加拿大風情主持 加拿大華人企業家 陳若去Pius 資深理財顧問宋浩輝 歡迎大家來到加拿大風情 今晚和大家一起做節目的 有我Albert Wong 也有Pius Chan 和Norman Sun 等一會 或者Jacky 都會歸隊和我們一起做節目 他未來之前 或者我請Norman 和我們解釋一下 上個星期股市的走勢 上個星期股市是相當的波動的 但是到了星期尾的時候 好像這個股市就有些反彈 究竟這個反彈是代表什麼呢 是不是下個星期開市會繼續 股市會比較平穩呢 還是仍然有這麼大的波動呢 Norman 和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呢 其實呢 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比較 互相的情況 經歷過上個星期 就是一個U型的情況 就是市場就先下跌 然後就覺得不應該下跌那麼多 後來就上去了 星期五就差不多 已經修復快了 整個星期一的下跌 現在說是北美洲 其實這個原因呢 源頭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呢 其實主要的問題是什麼呢 太遲減息 變成就是呢 手術成功 但是病人受到嚴重的創擊 終於好得了 變成太遲減息 變成太遲輸血了 那變成了一個市場呢 就很依賴呢 那個經濟數據 那麽也很依賴呢 那個的盈利 大企業的盈利 特別是科技公司 問題出現了 科技公司的盈利而言呢 間間都是 這五年左右的新公司 你根本上 你叫它一個很預計的 有利益是很難的 那比如說呢 可能它一出來的那個 實質的那個回報 那個有利益呢 是跟它預期呢 是相差一點的 那市場就有一個大的下跌 例如發生在NVIDIA Apple 或者是Intel 所以市場就很敏感 而年頭到現在 市場已經升了很多 所以背後很多都跟人工智能有關 技術有關 所以他們就比較敏感於悲傷新聞 為什麼來説 情況發生在上星期五 因為美國出了Unemployment Rate 是上到4.3% 其實4.3%還是低的 因為之前上個月是4.1% 但是4.3% 以背後來説 新增的職位好像是14.4萬 但是預計應該是有28萬多的期望 而上個月也有27萬多的新增職位 所以這就是美國的經濟開始放緩下去 這個問題就是 會不會進入一個經濟衰退呢 其實看回那個大圖案來説 我們看經濟衰不衰退 就看那個GDP會不會兩個季度是負數 還有一個大一點的圖案 就看那個Yield Curve 是不是在一個invert的情況 就是反過來的情況 就是說正常來說 就是長息是較多 短息是較低 如果不正常invert 就是短息是較高 而長息是較低 這個情況仍然在一個invert的情況下 慢慢去到一個比較正常 所以變成來說 你看看來説 其實應該會進入一個reception 但是由於我們發生了一個叫covid-19 疫情之後 就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轉動 就是市場救市 然後接著就產生了一個通脹 然後接著就減 然後就開始加息 所以變成這樣 這個情況 然後背後也是靠技術 去帶回這個市場上去 所以很多這些新的因素加進去 就不一定可以用回以前那套 就這樣說 GDP兩季下跌 或者是那個invert yield curve 我們要有一個reception 這個情況是不同的 這個情況就是 會進入一個新的new economy 就真是所謂的 新時代 所以在一個新的時代裏面 如果你融合得到的話 那你就會做得好 做得好 如果你融合不到 就會被墮後 慢慢就被取締了 所以變成一個市場 就是股市來說 就是強制取締弱的那些 所以這個市場來說 就一直靠技術 是由年初一直帶上去的 而傳統的公司 也都懂得 take advantage of這些技術 就一直做回好的 所以你看到 首先來說 就是這個MASDAQ 那些 就是科技股重型的那些 就是升先 然後一隻S&P500 也有500元的公司 那些也都升了 然後就跟著 就是Dow Johnson Dow Johnson那30多元公司 又這樣升了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看到 美國的經濟認得很強勁的 而那個情況 就是 我們有一個 比較波動一些的情況 由於S&P500來說 它裏面是新增了很多科技公司 所以變成這個情況 就是 我會看到一個比較波動一些的 但是這個trend來說 都是看向上的 不要忘記 還是沒有減息 現在美國的機場 還是站在5.25到5.5 你想想 可以有多少空間可以減息 所以變成了 因為這個出來的數據 是這樣的情況 就變成更加增加 9月份減息的機會 變成了 對於股債券來說 也都會上升 而對於股票來說 是一個好消息 所以變成這些因素 由於有這麼大的空間 可以給它減息的話 就不需要太大擔心 就會進入一個距離 再加上另外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美國來說 它是一個國際的一個 吸引了很多資金和人財進去 如果是一個局限了 一個確定的閉路 你就會經歷一個循環 但是又上又下 有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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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是一個 比較國際化的 社會吸引了這麼多資金 和人財的話 它就一直 發展的情況 就會比較滑 其實這個已經發生在加拿大 所以你看到加拿大 就沒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距離的情況出現 一直有些國際的因素 混合下去 就令它一直 一直上升 所以變成這樣 現在的情況 就是北美洲 其實應該進入了一個 減息的週期 所以變成這樣 加拿大已經發生了 減了兩次 我預計在9月4日 加拿大會減息 多數都會減 多數是減0.25% 而美國也會減 市場估計 至少是減0.25% 而最好是減0.5% 但是我覺得它應該減0.25% 然後到年尾之前 應該會有多兩次息減 所以變成這樣 加拿大來說 那個基準的利率 就應該會有機會 下跌到4% 而美國的話 就可能都會下跌到 大概是4.25% 我估計 差不多是4.25% 我估計 那我也有幾個問題 但是還沒問之前 Pilas你有沒有補充 有些問題是問 其實真的要看看 究竟本身 加拿大的利率下降 是對於某些行業 有什麼影響 比如建築業 房地產銷售 或者是有些資用資的 方面的看法 因為我知道 有很多中小型的地產開發商 在最近都有很大的資金壓力 變成有些 五大銀行 很多時候的那些項目 本來是批了多少 結果到時 臨門一腳 那時候說要減低貸款額 利率要增加 或者甚至改變不借 就是不做你生意 那這些就會造成 有些資金壓力 那當這些人借不到錢之後 亂急去投 就找些私募的基金 借錢的利息很高 結果反而做一做 他真的頂不住 真的造成一個壞帳 會造成那些私募 借出來的人 都是雞毛鴨月 因為他們可能借出來的錢 也在某方面 他是押了某自己的東西 來拿錢出來借 因為連鎖反應 就會變得更加困難 那我都聽到消息是有些 就是現在外面有些便宜的東西 就是有些人幾個都搞不定 那些數字 就是現在變成了銀主盤 就是派貨出來的人 要收 一收就會搞亂那個市場 還有一些補充 還有一些補充 就是現在有很多新的公司 那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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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所知道 應該是那個發展商 可能接下來是要給他們空置碎 如果是真的的話 那也會使得市場有很大的壓力 那需要較便宜 是要放出那個市場滿足 我等待就要我們來討論一下 關於這個房屋市場 那個價格下調的壓力的問題 那在未問之前 我想Norman和我們補充講一下 第一就是有些人他會憂慮到 因為美國的經濟數據不好 可能會有一些recession 或者經濟衰退的一個現象 當然好像你剛才說的 美國它可以減息 它減息可以幫助到這個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這件事究竟是否減息的部分太遲 這個就是其中的憂慮 因為剛才Piles也說到 如果你減息太遲的話 息口高會帶來一個問題就是信貸的 所謂credit的問題 信貸的問題就會影響到銀行運作的問題 如果銀行的壞漲多了 銀行的業績 第一業績不好 第二可能會有其它的動作的問題 你覺得經濟衰退是否真的仍然有一定的風險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說如果從投資者的觀點來講 那我們的後市應該怎麼看呢 究竟我們是暫時hold住什麼都不動 大家先替定先 這個可能是一個可以買東西的機會 趁市已經比高峰的時候 可能是低了5% 甚至有些個別的股票可能是低了10% 那是否即是入市的時候呢 OK 要分了兩個問題來回答你 如果我錯過了第二個 你看一看 那回答你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會不會進入resurrection呢 我想那個風險是加拿大大於美國 那美國來說由於它有發展於不同的行業 而且它吸引了全世界的資金 變了來說它會比較清楚一些 就是在美國的總統大選之後呢 就會比較明朗一些了 那譬如知道哪一個做渣裝 那譬如知道它的政策怎麼走 那就會比較清楚一些 那由於美國來說呢 它的那個角力呢 仍然都是很大的影響力在全世界上 那譬如說呢 在世界上也都有兩個大的戰爭在發生中 那譬如說呢 其實很多的資金來說 人才一直都在美國的市場上 那譬如說呢 那譬如說呢 那個是有很大的支持力 那另外來說 最大的呢 它的資本呢 就是它有現在的利息呢 它的基準利息是5.25至5.5 那譬如說它有很大的空間去減息 而減息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美金就會變值 那譬如說你低美元的話 就會刺激到那個出口 那這個來講呢 就會幫助到它的 employment 那你的 employment 好的時候呢 那你的經濟是怎樣去減息呢 那你減息來講 那你減息來講 就是那個 unemployment 就不差的 那所以變一來說呢 它有很大的 emulation 就是很多的蛋藥 是可以呢 是令到一個 slow down的經濟 它可以刺激回的 那另外來講呢 另外你第二個問題 就問關於那個前景是怎樣看的 我先說回加拿大先 加拿大來講呢 這個情況就不是那麼樂觀 因為來講呢 那個減息呢 減得太遲了 其實應該是差不多五六月的時候 已經開始減了 那變成了 那變成了那個情況呢 就是如果你這麼遲才減息的話呢 那其實有些公司呢 好像Paris那樣說呢 已經是捱到真的不行了 那變成了這個問題就是 你又不是上市公司的 那變成了你不會公佈你的業績 就說給人聽你有什麼問題 那所以變成了很多的問題 在私人公司來講 是咬到最後一刻呢 你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變成了那個情況呢 就是已經看得出 那個購買力也是很弱的 在市場上 那所以變成了那個情況呢 就是加拿大是比較嚴重的 如果我是央行銷 就應該在9月份 減0.25點 那變成了那個市場呢 是能夠刺激回那個市場 其實房地產的市場來講呢 我覺得起碼要減1%的利息呢 你才能夠見得到它 它還好起來 那另外來說 你的前景怎麼看呢 那前景來講是樂觀的 那因為來講呢 在疫情過後來講呢 你解決到疫情的問題嘛 那現在其實來講呢 那些東西就 就要回到疫情之前的情況 那如果那個通脹來講 已經是去到加拿大差不多2% 美國差不多去到3%這樣 那其實現在很正常 因為現在已經是 那個是國際上那個 那個越來越的保護主義回來了 那譬如說那些東西 就不能說是最便宜的地方去做 那所以譬如說 那個物價來講 很難是去得到 什麼2%的通脹這樣 是長遠一點點才可以 那所以譬如說 那個情況呢 就是要面對現實呢 那個經濟會漸漸 所以接下來的利息 是會慢慢去下去的 那如果下去那個情況呢 投資者有什麼可以考慮的地方呢 就可能可以考慮就是離開這個 這個不用依靠 只是投資在GIC那裡 那裡 因為接下來利息是會下跌下去的 那可能呢 就會放回一些 在這個 投資在一些 分散去一些的 譬如入息的 monthly income fund的基金 入息的基金 或者一些的債券 或者一些的 或者一些的 增長的股票 那些地方 那就變成了來講 可以參與到一個長期的 一個能夠 必須到的 負責的負責 OK 多謝你給我們的答案 那我們現在呢 就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 就講一下 另外一些題目的 等一會再見